今天登场的是中部队 来自湖南的酸辣椒蒸土加芳肉 在家也可以下馆子 八方美食会正在为您揭晓招牌菜的家庭做法 八方美味好吃不贵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天饮食八方美食会特别节目的主意 今天为我们做菜的这位是来自湘军府的胡勇 胡师傅你好 胡师傅今天为我们讲一道酸辣椒蒸土加芳肉 制作这道酸辣椒蒸土加芳肉 我们要用到的原料有带皮五花肉 野山椒 腊八豆 料酒 酱油 以及调味料 首先我就把这肉整块的带皮五花 搁到这个水里边 煮到断生就过去 去一去表面的一些污渍啊 血污啊 等等 加点料酒 去一去它这个肉里面的腥味 葱白 对 你哥里面啊 这这过程真的就是 聚一点就是别的粘锅了 所以让它肉皮那一面先炒下 对吧 不能让它这个瘦肉这边炒下 对 大哥要煮五分钟吧 现在已经煮了八九分钟了 煮这么长 我觉得这肉已经瘦透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 咱们拿出来改刀 拿出来 先把火关了 火关了 一个是好韵味 再一个呢 是你看我们酒店吧 也是麦琴咖的 麦香好味 麦香好味 说的很实在 对 我们在家虽然这个 不常请客 但如果请客的话呢 还是要有一点刀骨 有点造型 才拿得出手 好 大家看现在切出来 这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改完刀之后呢 嗯 鱼下味先 盐 酱油 酱油 给点味精 好 接下来这个肉 就要往这个刹锅里面放了 首先放肉 首先放肉 不在最下边 是吧 对对 好 我们这个锅底 是不是得抹点油 行行行 来一点就行 一点 好 好了 这油不能放太多 嗯 就怕它粘锅底 对啊 然后把它放进去 都说这酸辣椒 蒸土鸭芳肉 吃起来有三香 这第一香 自然就是肉香了 那么剩下的两香 又是什么呢 我们就加辣椒豆 今天正好是辣椒 还要把这个辣椒豆的 这个豆香呢 要剩下的这个肉 原来这第二香 就是豆香 让五花肉充分吸收 辣椒豆的香味 今天正好是辣椒 胡师傅特地给您带来了 辣椒豆的制作方法 就是干的黄豆 干黄豆 对 干的黄豆 用水把它泡发了 泡发了之后 冷水还是热水 就是温水把它泡发就可以了 泡胀 对 胀发了之后 就放在那个蒸笼里面 蒸 用那个纱布 比如说干蒸 干蒸 蒸熟了 然后这就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阴凉的地方 自然的发霉 对 还得放在阴凉的地方 让它自然的发霉 对 发霉了之后 一样的也就加椒木 加盐 加甘辣椒木 几磅 当然原来这一次放在这个盘子 盘子里面之后 最后加点白酒 要白酒 高度的还是低度的 高度的最好 高度的 让它自然发酵多长时间 一次在十天左右就过去 十天左右 就成这个样了 对 好 加入了辣八道之后 今天的第三香就要登场了 那我们把这个 辣椒 那如果这个 不好 或者不太能吃辣的朋友的 这个菜 这个 酸辣椒 是不是就酌情少放 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这第三香就是椒香 在湖南制作这道 酸辣椒蒸土家芳肉的时候 要用到当地人自己腌制的酸辣椒 而您在家中制作这道菜的时候 只需要用超市里可以买到的 瓶庄野山椒 就可以达到异曲同工之妙了 好 来点油吧 来点油 烧热了 烧了吗 烧了 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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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大火要半个小时 好 接下来这一道酸辣椒蒸土虾芳肉 半个小时钟 我觉得30分钟到了 那咱们可以关火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工具叫什么在这 这是一个沙包家族 专门加这个沙包的 专门加这个咬耳朵的 好 拿出来 这样这个菜就已经完成了 对吧 最后是不是还需要点缀一点香葱 还有土花 其实有这个葱的香味还能够中和 并且让这个辣味更厚 这就是一道来自胡勇师傅的 酸辣椒蒸土虾芳肉 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美食鉴定团 来尝这道酸辣椒蒸土虾芳肉 色香味都不错 还有一个地方特色 我相信在当地的人们 那一定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肉进行了这样的加工以后 肥而不腻 也很开胃 家庭制作可能复杂了一点 但是如果耐心地仔细地去看 我想还是能够做好 五花肉一般人 上年那个人都不愿意吃 因为它太肥腻 但是今天这个做法做得好 我回去学学 好 谢谢各位的点评 接下来请各位为我们这道 酸辣椒蒸土虾芳肉 给出大拇指 谢谢 谢谢各位 非常不错 好 那么我们也感谢胡说 我们演示这一道香菌府的 酸辣椒蒸土虾芳肉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都已经会做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八方美食会 这道菜就交到这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孙小梅会请来杭州张生记的一位朱师傅 给大家制作密室火方 千万不要错过 下周见